一場災難 山呼海嘯 將福島拖入地獄 12年後 核污染水排海 日本內外爭議在起 無望之災 背井離鄉 昔日家園卻難再回 20年就算是無理 輻射爆表 真相殘酷 誰能為這場災難負責 真實是要確實調查 然後傳出的重要性 這次輻射剛才已經超過了 它的數字顯示是0.126危機組 隨著核污染水排海已成既定事實 福島再次掀起了青桃海浪 在夹帶著核污染水的海潮 抵達周邊其他國家之前 本次事件對於漁業的影響 已經掀起波及到鄰國 為平息非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他的大臣們 幾乎每天中午都會吃 福島海鮮組成的便當 試圖通過這樣的做法 來證明福島海鮮的安全 來重振當地的漁業 但是對於福島當地居民來說 這些舉動卻收效甚微 當年的核洩漏已經是無望之災 這一次福島核污染水排海 更是雪上加霜 問題是從始至終 是否有人認真傾聽過 福島民眾的心聲 他們又心甘情願地願意 接受這樣的一個排海的決定嗎 我絕對沒有安全的 我認為日本國民一人 非常恥恥 2023年8月24日 日本政府正式開始 將福島第一核電站 寄存的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福島縣 這個曾以海鮮 溫泉 山水風光聞名的地方 在地震受災 核洩漏事故發生12年後 再次匯聚全世界的緊張事件 今天我們來到了福島 從心甘線出來之後 每次到這裡我都會看 有一個輻射劑 這個輻射劑它顯示的是 在空氣當中的這個輻射量 現在它的數字顯示的是 0.126微西幅 這個數字其實跟東京相比 還是有一些區別 因為東京的這個空間輻射 基本上都是0.0幾微西幅 我手中的這個輻射劑 現在顯示的是0.13微西幅 所以和後面的這個數字 基本上是一樣的 福島車站是當地縣政府所在地 位於福島核電站西北部 距離核電站約100公里 和事故後12年過去了 除了偶爾在路邊 見到空間輻射檢測器 大街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 一切看似回歸正常 這裡是福島市 其實距離福島核電站 還有60公里左右 但是在12年前 核事故時候的3月15號那一天 這裡的空間輻射量 一度達到了24微西幅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數字 現在12年過去了周邊的一切 看似很正常 其實在核電站裡面的廢堆 根本就沒有具體的日程表 這裡又是地震多發區 所以如果未來發生大地震的話 是否會發生第二次危機引入憂慮 福島縣至今仍在檢測空間輻射 官方數據公佈的福島縣內 7地的空間輻射 福島市最高 約為0.12微西幅 這個數字 比核事故之後的1.91微西幅 已經減少到16分之一 日本政府稱 這是因為放射性物質自然衰變減少 去屋作業有了進展 核事故後 一職跟蹤調查福島核輻射的 研究小組公佈的數據稱 在福島當地 空間輻射量 每小時高於3.8微西幅的地點 到2022年3月 已經從3701處減少到76處地點 高輻射地點減少了97.5% 而每小時3.8微西幅輻射 正是日本政府規定的 可以解除避難指令的標準 日本政府稱 只要每小時低於3.8微西幅 一年的輻射總量 就低於20毫西幅 就可以居住生活了 在福島 一切真的像政府宣傳的那樣 可以回歸正軌了嗎 下了新幹線 在驅車一小時 我們抵達福島線 幾乎是最北部的新地丁 這個東朝太平洋 風景秀麗 平靜的小漁村 生產比目魚 人口只有7600人 現在只剩下50名漁民 不少家庭世世代代 就在這裡靠捕魚為生 幾代捕魚的新地漁民 誰都沒有想到 有一天 他們平靜的生活 會因為福島河事故 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個小漁港 幾乎已經是福島線 最北部的一個漁港了 這裡距離福島河停站 差不多是有50公里左右 現在是東京時間的5點半左右 天剛亮 在這個漁港的地方 能看到有好多船 已經停在這兒了 因為今天是為數不多的 可以出海捕魚的日子 今天我們約了一位 71歲的福島的漁民 小野春雄 今年71歲 已經在這裡捕魚56年 這一天是能出海的日子 小野天還沒亮 凌晨就出海了 但似乎收成並不好 小野今天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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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事故後 因為擔心核輻射 福島當地 始終沒有恢復正常捕魚 現在小野每月 只能出海不到十天 他說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 正常 自由地捕魚了 對漁民來說 沒有比這更加難過的事情 福島的海 非常豐富 但是 週二三回 只能出海 漁師 對 是 試験的 現在試験的海 所以 不能出海 所以 很難 因為收成不好 小野的魚 送到漁師賣場 交易沒有花很多時間 很快就完成了 多久 她和家人一起整理漁網 沖洗漁船 漁師 漁師 我三岸 我三岸 三岸 四岸 但是你三岸 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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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艘觀音丸上的很多漁網 還都特別特別新的 剛剛小雨就告訴我們說 他們建了這座漁船是因為 希望在河世故徹底結束之後 能夠出海盡情的捕魚 也是想留給他的子孫後代 旁邊的這艘船呢 其實就是三岸大地震 還有福島河世故的時候呢 經歷過大地震和河世故的一艘船 這艘船其實看起來還挺新的 但是因為他們現在是出海的次數 受到很大的限制 幾乎是不能夠正常的捕魚 所以這艘船現在已經基本上 派不上什麼用場了 漁師さんとしてはどういう気持ちですか 自由に捕らないというのは 自由捕らないからね 從2012年起 福島當地漁民又可以出海捕魚了 但一個月也就只有不到十次 很難維持生計 2022年全年 福島縣捕魚量約達到5500噸 也只有河世故前的四成 有些漁民說實在熬不下去了 他們不得不放棄了祖上 傳了好幾輩子的家業 漁業 無疑是福島受核災影響最大的行業 還未曾從過去的陰影中完全恢復 又接連遭受新的重疮 而對於原本生活在山區的農民 情況也並不樂觀 福島河世故讓很多福島人不得不背井離鄉 現在河世故已經過去12年了 但是還有27000多名福島人 沒有辦法回到自己真正的家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是福島的一個山區 要去拜訪一位福島老人 他原來住在飯館村 那裡被稱為是日本全國最美麗的山村 但是在河世故之後呢 污染非常嚴重 不得不背井離鄉 避難到這裡 311大地震 福島河世故 8萬多名福島人被疏散避難 約2萬名福島人離開了福島 6000多福島人不願離開家鄉 依然留在福島縣內 你好 你好 你是在菅野嗎 在飯館村裡住在飯館村裡 飯館村裡是少許離開的 但是放射能量有很多 高了 所以浴び到了 這位老人名叫姦野哲 今年74歲 311大地震兩年前的2009年 他從飯館村政府退休 夢想成真 當了一名農民 專心從事農業 原発事故の際も 何か作っていたんですか ニンニク6萬本 銀杏230本 あとは秋野菜 夏野菜 夏の大根とか秋の白菜大根 ネギ 大豆も作っていたし 那種畑はその後どうなりましたか 涙出ますよ そんな悔しい事ってないじゃない その後は 全日本最美麗的村莊 高原氣候 東寒夏涼 自然富饒 75%的面積都是山林 這個人口6500人的小村子 距離福島核電站 約30到50公里 誰都沒有想到 在福島核電站1號 3號4號機 發生氢氣爆炸後 3月15日傍晚 核輻射隨風飄至 輻射最高值 竟然達到44.7微細幅 然而村民們當時還蒙在鼓裏 並沒有察覺到 危險的核輻射正在臨近 きちんとすぐに正しい情報 正確な情報 教えてくれ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ね あの 44.7マイクロの時だよ 子供は外で遊ばせられる 外で遊んでも 家に入る時は 埃を叩く程度で 家に入っていて 大丈夫だ そういう話を村民にして 嚴重的核泄漏 村民們並不知情 直到核事故 一個多月之後的4月22日 范管村才成為計劃避難區域 全村避難 那時候 奸也已經知道 范管村的污染 恐怕非常嚴重 5マイクロ 6マイクロ ってあったわけだから 山に入れば 20マイクロ 30マイクロ 一番高いところ 200ぐらいあったわけだから そういう状況の中で もう飯舘村に戻るということ 一分考えられないと思って 范管村的村民 当時無從知道核泄漏的真相 也沒人敢說真話 千也因為把核泄漏告訴給大家 就被村政府趕出了災民林市住宅 みんなにそうやって知らせる ふざけたこと言うなよ 県民をマインドコントロールしたわけだべ だから私たちは もうそうじゃないそうじゃないって そうじゃないって 這台風車 剛才事情超過了 它的数字顯示的是 0.126危機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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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風車 剛才事情超過了 它的数字顯示的是 0.126危機鎖 福島核染水排海不僅令日本周邊鄰國 也令太平洋島國感到深深的憂慮和不安 在8月25號 日本核染水排海的第二天 其實在東京的蜂州市場 很多魚店 金槍魚的價格就映升跌落24% 有一些魚店 它們不得不考慮裁員或者停業 日本共同社的民調顯示超過八成的民眾 他們都認為日本政府的說明不夠充分 在這個問題上很顯然不僅僅是日本國內 在國際社會也依然存在巨大的分歧 也凸顯日本核信用的缺失 12年前的核事故 給福島的大海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印記 此後福島海域陸續發現高輻射魚 這裡是福島線的向馬市 向馬市也是距離福島河 電站比較近的一個地方 在遠處就能夠看到 這裡就是福島的大海 那麼現在呢 河事故過去12年了 但直到今天呢 福島這裡的漁民 還不能夠每天都出海去捕魚 只能在指定的日程能夠出海 他們捕來的魚呢 就全部被運到這裡的這個魚室 在這個魚室呢 進行監開 可是呢 現在為止還是經常發現 福島的海上捕回來的魚呢 出現核輻射超標 今年呢就有平游魚 超標了整整180倍 數字が出たらっていうのを考えると やっぱりまだウジラは自粛してってなると ウジラの方の合図も分かる生活痛が 汚染があるなしに関わらず そこに追加的な汚染があれば やっぱり一体どうなるのか分からないという意味では 非常に強い反対があるわけですね こんにちは 海外のテレビですけど 今日東京から来ました ちょっと水揚げのこと聞いてもいいですか 少しだけ 現在福島漁民面對更嚴重的問題 就是排放核污染水入海 漁民都是當地漁業團體成員 用來自漁業團體的壓力 禁止漁民發表反對核污染水排海的意見 大部分人保持沉默 不敢對外發聲 大部分人保持沉默 不敢對外發聲 答えられないんだ あ そうですか すいません さしてください み合いから言われてから しっさい 組合いから言われてから あんまりしっさいに答えないように あ そうですか すいません そなんか理由があるんですか 分からない いや 分からない 海に出すという話はどう思われますか 那是大家的反對 那是大家的反對 那是怎麼反對 不 還沒有反對 71歲的小野春雄 是福島幾乎唯一一位 趕於發生的漁民 我現在的福島康島康島 實際上都是流水的判斷 對 本來河氏故後 漁民出海的次數 魚的種類 捕魚海域 捕魚方法 全部受到限制 排放核污染水後 漁民們難以想像 還怎樣繼續捕魚 小野說 以後真的再也沒有勇氣 把魚賣給別人吃 因為沒有人知道 吃了這些魚 是否真的對健康無害 漁民擔心的 並不只是當地漁業 形象受損 他們也很在乎 是否對消費者的健康 產生潛在的風險 對於河氏故 這樣級別的災難 人類顯得如此弱小 但總有人想要做些什麼 去對抗這種無力感 76歲的菲田老人 家住福島縣三春町 他一直在檢測福島各地的 空間輻射已經堅持了十多年 這一天 從菲田老人的家 開車一小時 抵達浪江町的復興據點 今年3月 這裡剛剛解除避難指令 浪江町的金島地區 是福島核事故 遭到核污染 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這裡距離福島核電站 只有30公里 核事故後 當地一度檢測到 每小時高達 58.5威西湖的輻射 周圍很多地方 隨著儲物作業漸展 已經可以居住了 但金島地區 大部分仍被列入 歸環困難區域 ここは福島県浪江町 津島という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 ここは全面的に 基幹困難區域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今住民の方は 戻ってきている人は 誰も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聞いています 今ですね1.06です こういう線量の高い所に戻ってきて 本当にいいんだろうかということ 放射能がやっぱり高いということで 0.23の規格よりも 今だってここ1.0マイクロシーベルト 低くても0.7マイクロシーベルト こういうふうなところで 本当にですね 無理やりに戻されている 私から見れば そんな感じをします 政府呼籲居民可以返鄉了 但輻射太高 就連區政府職員 也都是住在外地 每天通勤上班 当地沒有醫院 購物設施 昔然這裡 並不適合居住 ここも薬場の職員の人 恐らく他の地域から通って と思います 国が安全だったら その安全だという人が ここに来て住めばいいんですよ お店屋さんすら一件もないし 病気になったらどうするのかという そういうことも含めて 大変な状況に置かれている 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ね 採訪当天 不巧是雨天 在福島 一旦下雨 雨水就會帶著山林中沉寂的 輻射物質吹散 輻射值就會升高 山に浮射されていないので それが下が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すね この道路通往浪江丁 可以自由通行 然而輻射器顯示 這裡的輻射 已經超過一微吸浮 道路だけを乗船して 通路で温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乗船したって こういう高いわけですから 一人だかいそう 要は全部 道路以外は 機関困難区域ですから 其實公路只有在 結束除屋作業之後 才會允許車輛自由通行 這條路也不例外 但夾在高輻射的 歸環困難区域之間 輻射器的數字一直在上升 浪江丁不是核電站所在地 丁內有的地方 距離核電站有30公里 在核事故後最危險的幾天 丁政府沒有收到 上級政府任何核泄漏 或敦促居民避難的信息 直到2011年3月15日 當地丁長自作主張 命令全丁避難 人們這才在慌亂中 離開了當地 從前熱鬧的商店街 現在一片荒蕪 民居前 一人高的雜草 生鏽的店舖看板 似乎還能看到 曾有人住過的痕跡 而隨處可見的柵欄 又提醒著人們 這裡輻射太高 禁止入內 從前熱鬥爽 生鏽的島下 是在1.8.1 車上的車よりも 0.2から0.3は高くなります だからこの自販機だって 2011年の時からそのまま止ま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から 除染済みで1.8mCを超えているわけですから 1.7 飛田本来是一名拍攝工匠職人 传统日式点心的摄影師 但核災後 看到自己的家乡 遭遇这么严重的核污染 他决定把这些用相机记录下来 こういうことは絶対に風化するから 風化しないように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だ ということで私たちに問いかけるものですから これもやっぱりちゃんとして 残しておかなきゃならないなという格好で 在福島 虽然去除核辐射的作業 已经进行了12年 但有些地方 仍然残留着相当高的辐射 这一天 我们遭遇的辐射最高值 竟然超过了6微吸服 对 ここが今3.54mm高いですね ここから今来たら4になりましたよ 今ほら4超えましたんで 飞田拍下的记录中 能清楚地看到同样的地点 多年来辐射并没有减少 这么高的辐射 却鼓励当地人返乡 飞田非常愤慨 老舍山是日本传说中 弃养老年人的恐怖之地 被年轻人抛弃的福岛 也会被世界抛弃吗 这台辐射刚才是已经超过了 它的数据显示的是0.126微吸服 这台辐射刚才是已经超过了 它的数据显示的是0.126微吸服 这里辅导線的浪江定 其实距离核电站在那个方向 只有4公里左右 这边一直都有非常高的辐射 看我手中的这个辐射机 它现在显示的是0.11微吸服 其实因为这个地区 已经经过了去除核污染的作业 但是如果走到后山 或者草丛更多的地方 这个辐射器马上就会响起警报的声音 因为辐射实在太高了 因为高辐射 所以很多居民没有办法回来居住 这个浪江定的很多地区 都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归还困难区域 现在这个辐射已经超过1了 1.15 我们现在在从核电站 往辐导市赶的路上 这个核辐射刚才是已经超过了1 现在一直都是0.9左右 所以这一带山区 这个辐射真的还是很高的 浪江定距离辐导核电站 近在直迟 就在核辐射非常高的 这个小村子的东部 就是寝护渔港 这里是距离辐导核电站 最近的渔港 72岁的渔民高野武 现在每个月只能出海10天 因为核事故以后 受到核辐射的影响 日本政府只允许渔民 试验性捕鱼 浪江丁部分地区仍有高辐射 不适合居住 当地大多数渔民都已移居到别处 目前只有七八名渔民 还住在浪江丁 高野说 核事故后 浮岛的渔民担心 自己捕的鱼是否有辐射 是不是真的能够使用 日本政府突然决定 要把浮岛和污染水排入大海 渔民们既震惊又愤怒 高野在当地议会 质疑这么做会危害人体健康 造成海洋污染 渔民们的希望很简单 希望捕鱼恢复正常 但核污染水排海 又让他们有了新的忧虑 那就是捕捞回来的鱼 真的还有人愿意买吗 像高野这样 敢于单独发声的渔民 毕竟寥寥无几 日本政府设立基金 并再三承诺 排放核污染水后 将向渔民支付足够的补偿 渔民团体代表多次抗议 不断申诉 得到的答复只有含糊的一句 政府会倾听渔民的声音 争取渔民的理解 12年前的海啸 淹没了几乎整个寝户港 高野的家也被海啸冲走 只剩下瓦砺 但即便经历了这些 已连续第四代当渔民的高野 眼看着祖先几辈子 赖以为生的渔业 就要无以为继 他说现在完全看不到未来 在福岛我们和福岛的这句渔民交谈 就忍不住地去想象 要是没有核事故的话 他们每天是怎样平静的生活 是怎样正常的捕鱼 但是福岛核事故 真的是改变了这一切 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随着排放核污染水的日期 逐渐渐临近 这一天 来自东京 山形 工程的民众来到福岛 很多人彼此素不相识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诉求 那就是反对核污染水排海 污染水上煞 caught 泳汽水上煞 渴渐水 fij 2021年4月 日本政府决定核污染水要排入大海 反对民众来到福岛县政府门前 他们取着反对横幅 但被阻拦在栅栏外 当天福岛之事拒绝于反对民众会面 对民众提出的质疑 应该寻求排海之外的其他方法 无法信赖频繁篡改数字的东电 县政府的普通官员 仅仅一再重复一句话 会切实听取大家的忧虑 得不到切实回答 民众更加愤怒 现场气氛紧张 反对派当场宣夺了抗议声明 表示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要求福岛县政府在7月上旬之前 给出明确答复 当天的交涉没有任何成果 参加者说 政府表面上说重视渔民的意见 实际上早已决心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反对也终归无济于事 大多数民众都说 他们最忧虑的是 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对人体健康 生态环境会带来恶劣影响 其实早就有日本专家敲响警钟 无法去除的放射净川 若排入大海 就算被稀释 排放的核辐射总量 仍将每年达到22兆倍可 这对人体健康 海洋生态带来的危害不可估量 日本上世纪曾发生水雨病 工厂排放的甲鸡汞化合物 污染了鱼类 使用者出现重度神经疾病 曾有过这样的教训 日本专家警告说 福岛将大量排放放射性川 长达几十年 没人能够保证 不会发生大规模公害疾病 而水尿上产生了大量的 这就是福岛象马市的一个超市 在这个超市里面 就能看到有很多都是 来自于福岛近海捕捞上来的鱼 种类也很多 那么在福岛河废水排海之后 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当地的民众 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人就说他们毫不担心 但是也有人说他们很担心 河废水排海之后对人体健康带来的影响 在超市货架上 摆满福岛近海捕来的各种鱼 很多人说因为鱼要抽检核辐射 所以一点都不会担心福岛鱼会不安全 核灾后的风平受害 在日本国内常被讨论 在支持灾区复兴的舆论压力下 很少有人能有勇气公开说 自己不想买福岛食品 观念会影响行动 在经受时间检验的过程中 一切已经发生 这台辐射刚才是已经超过了 它的数据显示的是0.126危机幅 核三日月是一部日本的电视剧 它就是以311时候的辅导核事部 以我身后这里的东京电力公司作为原型 在播出之后在日本国内引起热议 人们再次重新考虑应该怎样使用核电 但是不管影视文艺作品 怎样去试图渲染情绪 怎样去试图还原真相 都没有办法替代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他们所承受灾难的那种持续的窃息 就好像与主声音说的那样 只有在现场才能讲述这个故事 我们来到核事故后小野新建的家 说起弟弟长急 小野十分悲伤 311大地震那天 他的弟弟正好出海 不幸遭遇海啸 成了不归之人 小野弟弟的渔船在海啸中不知去向 四个月后才找到弟弟的遗体 弟弟更擅长捕鱼 小野说 自己要替弟弟活到100岁 直到看到福岛渔业 恢复正常的那一天 我们到了福岛接触到这些福岛当地的渔民 就能够感受到福岛核事故还远远没有结束 福岛核事故带给福岛 带给福岛人 乃至带给全人类的影响都还在延续 从这些福岛当地渔民的身上 我们看到他们那种难以愈合的伤口 无处发泄的愤怒 当然还有对于未来的希望 福岛核电站每天产生130吨用于核燃料冷却的污染水 日本政府称 核电站内储水罐容量就要达到上限 排放入海是唯一办法 然而 对储水罐饱和的时间 冬天一再修改 从最初的2023年秋天 现在已延迟2024年2月至6月 是否真的没有其他解决方法呢 石管で固めるというような そういうことも真面目に検討するべきだという議論も一部出ている コンクリートで固めるとか 近隣諸国にどういう処理の仕方が適切かというのを その協議をしていくことが少なくとも必要なんではないか 直到今天 浮岛核災後堆心溶毀的核燃料 仍無法取出 核電站核勢能够废堆 也是未知数 但日本的核能政策突然180度大转弯 又开始积极推進核電 有声音批评 排放核污染水就是制造既成事实 未重返核電做好準備 340年で処理できるというのは 全く考えられない話です とにかく実績として 取締物資を出してしまうという事実 そういうことを実績を作って それをもとに だから原発の運転については その影響が議論が及ばないように 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浮岛核電站 何時刻能够実現廢堆 目前沒有具体的日程表 因为怎样取出 里面堆心溶毀的核燃料 現在並沒有可行的計画 在核事故之後 24小時都在進行事故处理 因为一旦中断 就有可能会发生新的危機 浮岛人一直生活在 浮岛核事故的陰影 陰霾之下 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样的陰影 现在看不到尽头 3 2 1 0 灰之不去的核污染阴影 如同一个难以破除的诅咒 禁锢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千眼一家搬到距离核电站 一百公里外的福岛市 这里核辐射较低 他用了三年时间 把荒芜的山地 开垢成了一万平米 绿油油的农田 饭管村 现在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除避难指令 但在村子南部 依然有区域被指定为 归还困难区域 有家不能回 建议和灾民们一起提起了诉讼 要求日本政府和东电 从正面承认和事故的责任 并进行道歉 国から謝罪とか そういった反省は見られましたか 謝罪はなかった 事故を起こした責任を認めろって 自然災害による事故だ そもそも原発というのは 暴走列車なんだから それを使ってきた東電の責任と さらに安全対策を怠った責任と さらにその政策を進めた国の 政策的な過ちの責任 というのを私は認めてほしい 对日本政府将排放核污染水 先也更是憤怒 怖いです どうなのかわからないもん トリチームは何万年もかかるわけだから そういうそのまやかしの 政策をずっとやってきてから 日本の国はおかしい 其實先也老人 他退休以後 最大的夢想 就是想要種田 但是福島和事故 打破了他的 这样的一个計画 他不得不選在这里 福島市的郊区 在这开辟了一片農田 其实他最大的夢想 是在生活了大半辈子的 飯館村那里種田 但現在来看 这样的一个計画 恐怕始終難以实現了 有什么事情 悲しい事 但是 它可以却看着拿着 漂亮的 可能没了 可能在这些年里 也可能没什么事 因为那些年 至少有万万 carta 它没在何千万块 所以 然后 它本身成了 之后 那種風景是看不見的 一步山上去的時候 水量很高 山菜和菈籽也不能吃 那種有什麼魅力的魅力 孫田洪今年78歲 他也在和氏故後 離開了家鄉福島 來到神奈川縣避難 這一天 對孫田來說 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神奈川縣避難的福島災民 十多年前就已多次提起訴訟 這一次是向東京高等法院提起訴訟 要求日本政府和東電 任責並賠償 以審理過多次仍未有判決結果 裁判開始後 已經十年以上絕了 我原告已經7人亡了 所以每次都會有年齡 所以每次都會有年齡 所以每次都會有裁判 都會有困難的感覺 非常強烈 2022年日本最高法院裁決 日本政府就算指示 東電做好海嘯對策 也無法預防核事故 因此日本政府 對福島核事故不負有責任 避難的福島災民非常憤怒 他們說要繼續追究政府責任 在村田看來 日本政府不但不願承認 反省核事故責任 現在岸田政府還180度大轉彎 積極推進核電 這簡直是對福島人的侮辱 這一天 村田從東京 與福島縣政府職員開線上會議 因為有在外地避難的福島人 期滿後將不得不搬離災民住房 沒地方住 對災民是最大的問題 但福島縣政府和中央政府互相推卸責任 當天的談判沒有任何結果 畢竟核事故已過去12年 災民們逐漸年邁 在很多日本人心中 福島正在逐漸被淡忘 多年來 日本推進福島復興 在無形的壓力之下 人們對仍然殘留的高輻射 浸若寒蝉 福島人當中 也產生不小的社會撕裂 越來越多的人不敢出聲 十幾年來 菲田拍下的照片 已超過了1萬張 他也赴日本國內外演講超過了400次 說到日本要排放核污染水 菲田非常憤怒 他說 日本政府和東電不但沒有認真反省核事故 反而要推進核電 排放核污染水 這是極端 不負責任 雖然已經76歲 但菲田還時常不顧輻射 駕車前往歸環困難區域 他說 為了告訴世人福島的真相 有生之年 他會一直這麼做 福島近海有全球最強的洋流 福島排放的核污染水 今後將會隨著福島的洋流和雨水一起擴散到全球各個角落 福島排放核污染水至少需要30年 但今後誰為它帶來的影響負責呢 現在隨著全球的石油 天然氣 能源價格暴漲 岸田政府又再繼續推進核電 試圖重啟老舊的核電站 只有在福島核電站裡面巨大的儲水罐依然時時刻刻在提醒著人們 這裡曾經發生過非常嚴重的核災難 面對如此 晦暗之海 福島當地的民眾 他們已經無法擺脫這樣的命運 福島的未來並不明朗 但是別忘了 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